欢迎您收看新闻焦点 德国考虑禁用华为中心网络设备 运营商不切实际 德国之声中文网 据德新社、明镜、在线等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内政部正在推动联邦政府采取措施 尽快将移动通讯网络中的中国部件移除 消息人士对媒体透露 社民党籍的内政部长费泽尔 Nancy Fraser提出 希望到2026年基本实现核心网络无中国组建的目标 此外还计划在交通运输网络中 逐步淘汰华为和中心等中国生产商的部件 媒体获得的一份内政部文件指出 德国的5G网络对华为和中心产品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依赖 这与德国政府欲在关键领域去风险的中国战略背道而驰 因而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不过有关部门也承认 立即移除所有中国厂商的部件 将严重影响网络运营 因此并不可行 内政部计划分两步走 首先 自2026年1月起 禁止德国市场的三大移动运营商 德国电信 沃达峰和Telefonica在其核心网络 及涉及用户数据的小型计算中心 使用华为和中心产品 作为第二个步骤 内政部将与运营商签订一项公法条约 规定不在所谓的入口网络 包括移动通讯基站 使用中国制部件 目标是 到2026年10月 将全德网络中国部件的比例 降至25% 内政部的方案 在政府内部得到的 并不都是支持 由自民党领导的数字化部 本周三表示 就此联邦政府尚未做出决定 并指出 涉及5G网络建设中的关键部件 德国迄今执行的高标准言规定 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德国电信 短期内难做到 事实上 在核心网络部分 三大运营商确实已经基本实现了 淘汰华为 中心部件的目标 不过在入口网络部分 仍在大量使用华为的技术和部件 德国电信对媒体表示 至2026年秋季 更换所有中国部件的时间表与现实脱节 因为短期内 无法找到足够的替代供应商和工程技术产能 德国电信以英国为例指出 那里用7年时间更换中国部件的计划 也被证明难度很大 本周三 华为发表声明表示 反对将网络安全评估政治化 称这种做法将对德国的数字化转型 造成负面影响 阻碍创新 并大大提高网络运营商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从而增加德国消费者的负担 声明称 华为是一个提供创新技术 安全记录良好的可靠供应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有关德国禁用华为 中心设备的问题是说 我们一贯反对任何国家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 我们认为 各国都应当为各国的企业 提供一个公平 非其是透明的营商环境 德国数字化部对媒体强调 重要的是 覆盖德国全境 稳定 快速和价格 可支付的互联网通讯服务 必须得到保障 而移动运营商 必须对其网络保有支配权 根据内政部的计划 具有重要安全意义的地区的网络中 应完全移除中国部件 这包括首都柏林 以及德国电信总部所在地波恩 克隆地区 后者也是众多联邦部委机构所在地 此外 银行集中的金融中心 法兰克福和经济重镇慕尼黑 及周边地区也可能受到波及 阿塞拜疆掌控纳卡 双方金融该地重新融入阿塞拜疆 法广尼南 9月21日是亚美尼亚的国家独立日 也是本次纳卡地区军事冲突方 进行谈判的日子 历经约30年的分离主义者统治 纳卡地区在本周三被巴库军方控制 纳卡地区的军事力量同意放下武器 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停火 解散武装 阿塞拜疆掌控纳卡 导致亚美尼亚出现呼吁总理尼科尔 帕西尼亚辞职的声音 示威者继续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集会 封锁街道 要求亚美尼亚政府保护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族人 根据阿尔查赫共和国 又称纳卡共和国总统顾问的说法 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感到同时被俄罗斯 西方以及亚美尼亚所抛弃 据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报道 这一天 纳卡地区代表队在俄罗斯为何人员的陪同下 与阿塞拜疆城市耶夫拉赫参加本次会谈 该是位于纳卡地区首府斯杰潘纳克特以北约100公里处 与阿塞拜疆政府代表进行的这次会谈 重点话题是 纳卡地区重新融入阿塞拜疆的未来前景 路透社引述俄新社报道称 阿塞拜疆已向亚美尼亚提交一份协议草案 巴库方目前等待亚美尼亚政府的回应 阿尔查赫共和国总统顾问表示 虽然与阿塞拜疆就停火达成一致 但具体到包括移交武器 如何保障安全等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沟通磋商 最终协议尚未出炉 阿塞拜疆总统代表也表示 很难指望该地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所有问题 都在一次会谈中得到解决 本周二 阿塞拜疆军队对寡不敌众 补给也不充分地亲亚美尼亚军队投掷炮火 通过无人机进行袭击 对南高加索山脉地区的封锁 也削弱了亲亚美尼亚军队的战斗力 由于阿塞拜疆强制封锁了连接纳卡和亚美尼亚的道路 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 数月以来 当地人一直面临食品和药品短缺的问题 纳卡地区人权监察员格哈姆斯泰潘尼扬表示 至少有200人在本次的战斗中丧生 其中包括10名平民另有400多人受伤 他早些时候表示死伤者中有儿童 美联社在引述其消息之际指出 这些数字无法立即得到独立方的核实 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 阿里耶夫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宣布胜利 称阿塞拜疆军队已经恢复了对该地区的主权 阿塞拜疆总统府也表示 巴库准备好倾听纳卡地区亚美尼亚族民众有关人道主义需求的新声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 纳卡地区的约5000名平民已被疏散至俄罗斯维和人员管理的一个营地 谈判的前一天 许多人聚集在斯杰潘纳克特机场 希望逃离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西尼扬在全国讲话中表示 停战已经宣布冲突有所减少 并强调在纳卡的俄罗斯维和人员应对当地居民的安全负权责 此前他曾承认阿塞拜疆对纳卡地区的主权 并解释称亚美尼亚不会卷入战斗 当地也没有亚美尼亚军队 亚美尼亚政府也没有参与该协议的谈判 不过 纳卡地区分离主义当局表示 亚美尼亚军队从该地撤离 本身就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 上世纪90年代初 亚美尼亚族聚居的纳卡地区爆发武装冲突 此后 该地当局在没有得到国际广泛承认的情况下 对这片土地进行统治 本次阿塞拜将收回对纳卡的控制权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认为这一变化可能会在该地区重新引爆全面战争 有关纳卡局势 美国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 科比表示 美国对阿塞拜将的军事行动深感担忧 他说 我们一再强调 使用武力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美国正在密切关注 纳卡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 法国总统府也密切关注 该地可能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 马克龙强调遵守停火协议的重要性 并提出 应在国际法框架下 对该地民众提供安全等人权保障 应法国要求 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本周四就阿塞拜疆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纳卡地区冲突长期以来一直牵动着包括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内的区域强国 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 俄罗斯一直是亚美尼亚的主要经济伙伴国及盟友 俄罗斯也在亚美尼亚境内拥有一处军事基地 但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 帕西尼扬对莫斯科越来越不满 认为莫斯科莫能保护纳卡 同时威胁称亚美尼亚应该转向西方 寻求西方的安全保护 俄罗斯对这一态度表示失望 本次阿塞拜疆收回纳卡 许多亚美尼亚人指责莫斯科没能警力 对此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提醒人们 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自己都承认过阿塞拜疆对纳卡的主权 佩斯科夫称 毫无疑问 纳卡问题是阿塞拜疆的内务 阿塞拜疆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展开的行动 这一点曾经得到过亚美尼亚领导人的认可 土耳其国防部官员本周四则表示 土耳其正在使用一切手段 包括军事训练和现代化建设 来支持其亲密盟友阿塞拜疆 但并未直接介入本次军事行动 为什么乌克兰要求德国停止派遣坦克 英国美日电讯 据报道 乌克兰要求德国停止派遣坦克 原因是 发现有100多辆报义型坦克 已经存放了10年 不再能够使用 这些坦克原本是要运往乌克兰的 但由于长时间未使用 现在已经无法使用了 这个问题凸显了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 培训和后勤支持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些因素 即使拥有坦克 也可能无法有效地使用它们 随着威权主义的兴起 加拿大应该预料到更多的外国干涉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最近发生的事件 包括西克民族主义者 哈迪普 辛格 尼加尔被外国特工谋杀 凸显了该国面临跨国镇压风险的日益增长 专制政权在国内外镇压反对派的努力 越来越大胆 无视国际法 由于加拿大拥有开放的社会 和提供庇护给受迫害者的政策 它被视为一个目标 流亡活动人士越来越多地 利用技术和社交媒体继续他们的活动 而政权则利用混合战争战术进行反击 加拿大必须投资于保护自身并维持联盟 以确保自由并保护其公民 哈迪普 辛格 尼加尔的案例提醒我们 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政治暗杀事件更加可能发生 加拿大领导人必须采取措施 保护他们的公民 并确保言论自由和人权得到保护 泽连斯基访问国会山 共和党内部就对乌克兰支持问题 发生争吵 英国独立报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呼吁美国 在共和党对其与俄罗斯战争资金支持问题上 出现分歧时 继续支持乌克兰 泽连斯基与美国参议员 和众议院议员会面 讨论了对乌克兰持续支持的必要性 尽管一些共和党人反对提供进一步援助 但其他人认为 支持乌克兰是对美国利益的投资 此次访问正值美国联邦政府 即将在9月30日耗尽资金 据报道 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拒绝了泽连斯基发表联合演讲的请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敦促提供更多援助时 美国立法者对乌克兰援助 发表了哪些言论 半岛电视台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前往华盛顿 与美国总统乔·拜登和议员会面 以争取继续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提供资金支持 自2022年冲突开始以来 美国已向乌克兰 提供了约1140亿美元的安全和人道援助 并且国会对向基辅提供援助的努力有两党支持 然而 有迹象表明 一些知名共和党人对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成本持怀疑态度 并反对将更多援助与政府支出法案联系在一起的努力 美国移民系统正面临巨大压力 随着市长和州长们竭力照顾更多的移民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字背后的原因 多伦多星报 美国移民系统正面临巨大压力 因为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不断增加 在2022财年 边境巡逻队遭遇了220万人非法越境 尽管这个数字在当前财年已经下降到160万 但仍然被认为是很高的 拜登政府本周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问题 包括像估计有47.2万委内瑞拉人发放临时保护身份 他们在7月31日之前抵达美国 这将使他们更容易在美国工作 政府还承诺 加快对已有资格工作的移民的工作许可处理速度 移民潮不仅对美墨边境产生影响 市长和州长们警告说 这对他们的预算造成了压力 现在来的移民数量比以前几十年要多 而且再来的人和他们的需求方面存在重要差异 带着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地抵达 他们通常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政府服务 由于社交媒体的普及 移民们也更加了解情况 他们很容易分享关于最佳去处和可用服务的信息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